利用三数核的平方公式计算这一题 这一题如果说你有稍微多算点题目的话 你就会学到这样子的三个相加的公式 如果说你没有学到的话 没有碰到的话 你这里顺便记一下也可以 如果说是学校教的话 原则上就只有加算两个数的部分的平方 那么这里是三个数的平方 那么这一题这里是有负号的 负号的部分是说 好比说A-B-C再乘以A-B-C 如果说这个-B再乘以-C 那么就会是负负得正 那么A乘以B或A乘以C都会是负号 所以说这个地方会是负号 那么B-C的部分呢 再做一个套入就可以了 好这一题其实有难度的部分 也只是要让你判断说 谁是A谁是B谁是C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数的部分是这里 这里正数的部分是这里 正数的部分其实它就是减了 123减掉246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369 它刮弧的平方就会是我们的原式 好意思是说 你倘若你有做过像这样子的题目的话 它其实它其实只是在叫你算369减掉123 会是多少 然后再减掉246会是多少 那这样子你有没有看到 原来它是叫你算0的平方等于0 这一题呢答案是等于0 是不是 看起来很像很难 其实好简单 这样子有没有感觉了 那么关于这里我为什么要判断说 关于说谁是123谁是246 你看这个BC相成是不是正的 这里相成是不是正的 把这地方擦掉 这个地方相成是不是也是正的 那么在这个三个数相加起来的 这个平方里面 这个B呢前面是负号 这C的前面也是负号 看到没有 所以我就判断这个123跟246 123跟246它是负的 然后把它做相减 答案就可以出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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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